字幕提供 我覺得可以的 在教的話 需要很多的侷限性 寶貝找到適合的群組 記得準時去上課 不需要這樣 下手遊戲那麼擔心 字幕提供 我覺得可以的 至少可以 時間彈性一點去家 還有 至少不會因為疫情停了課 氣氛就 沒有之前那麼好 在學習上 有些是需要直接去當面 跟老師去研究 去商討的時候 這樣部分始終都會有點不便 要上學校 實驗室因為我們回不了 學校上課 變相我們可能要 透過看一些教學的影片 才可以知道 實驗室的東西怎樣用 因為很多動手要做的東西 還是需要在這裡比較好 在家的話 是有很多的侷限性的 所以這就是 服裝專業的困難吧 可能 做群組的項目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 你未必找到 對的群組 即是你用這個 網上課程的方法 很難去知道 誰是適合你的群組 我覺得主要應該要 自己安排好些時間 不要因為網上課程 就讓自己可以 像是斜了一樣 這樣 同學 一定要記得 準時去上課 因為 其實就算你用 Grabble Suma 或者是 Microsoft Office 都好 其實它都會 減到你的 所以就記得準時去上課 其實就不需要 那麼 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是第一次見大家 我們就輸了 比心機 比心機